大货车在内线等待左转后方的砂石车开了过来 差一点要撞上了紧急向右切 刺撞护栏又冲过了路口再撞护栏扬 扬起大量的烟尘 这实在是太惊险了 另一个角度看到 砂石车经过路口的时候 和神色的休旅车擦身而过 差一点撞上它 这是昨天中午发生在苗栗客属大桥的车祸意外 砂石车驾驶受到轻伤 已经车速过快 几位注意车前状况 选追撞前方停等红灯之营业大货车 驾驶及时将车辆右转 撞击道路护栏后才停住 砂石车顿位重又开太快 紧急闪避的时候 右边中线还有一名停等红灯的骑士 差一点就被他撞上了 通过路口的时候又差一点和休旅车脚巢撞 最后两次自撞护栏 车头停下来的时候几乎被削掉了三分之一 驾驶是62岁的中心男子 他头部还有胸部擦措伤 这艰险一瞬间 战士气的画面让人看了 只冒冷汗 好把时间交还给棚内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接下来